欢迎收看与众不同 我是洪子仁 随着8月底的VA.5的亚变异株的疫情的再起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最近的确诊个案数 又开始比较微幅的增加 每天在4万到5万人之间 那这个很清楚的看到 这整波台湾的疫情 从4月份到8月份这5个月的一个时间 可以说是主要是以VA.2为主要的流行的变异株 但是在8月底之后 那VA.5已经慢慢成为台湾目前的主流变异株 我们的推估呢 目前台湾地区 VA.5应该占确诊者的总数来到65%以上 换言之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 VA.5已经成为目前台湾最重要感染者的变异株 就是VA.5 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 最近很多人开始来讨论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9月初的时候 世界各国 包括加拿大 英国 澳洲 美国 等等的国家 陆续通过EUA针对次世代二价疫苗 也就是武汉原始株加上VA.1的这样一个次世代疫苗 开始问世 那很多人就开始提到说 现在的流行株明明是VA.5啊 可是我们现在打的次世代疫苗 却是武汉的原始的这个COVID的这个变异株 再加上VA.1 那这样子是足以来抵抗VA.5的变异株吗 这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个就是说 事实上病毒是不断在变异的过程 就像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的主流的变异株 其实是VA.1跟VA.2 所以当时全世界就针对VA.1 去做二价的疫苗 所以它通过了动物实验 通过二三期的人体的临床实验 所以能够在九月份来上市 来提供次世代的这个双价疫苗 给我们的民众做施打 但是问题是病毒不断地在变异 所以当VA.1的次世代疫苗出现以后 病毒已经变异到VA.5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说我们还要等到说 VA.5在两个月以后 才能进到我们台湾开始施打 可能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新的变异株 或亚变异株出现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对民众来讲 什么是最佳的策略 最佳的策略 就是你时间到了 你必须要去打 把这个疫苗打好打满 这是最重要的策略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等到 最update的那个疫苗的一个出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我在这边也要提到 在目前来讲 事实上我们还有320万的我们的国人 他是没有打满三剂的完整疫苗 甚至连两剂都还没有打满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令我们很担心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只要这个疫苗能够打好打满的话 事实上来讲 其实就有足够的保护力 来对抗这个VA.5的这个变异株 那目前这个COVID 这个原始的武汉株 再加上VA.1的这个双架疫苗 事实上来讲 我们看到它的保护力 在做过实验里面 就发现到说一代的疫苗 其实如果打好两剂跟三剂 也对VA.5有一定的一个保护力 但是我们观察到次世代疫苗 它的保护力 又比原始的第一代疫苗 有1.68倍到1.69倍的 所谓的综合抗体几何平均值GMR 有1.68倍到1.69倍 换句话说 它的保护力比一代的疫苗又更好 所以一代的疫苗 如果对VA.5都有一定的保护力的时候 当然二代疫苗的保护力 一定是更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要充分的来呼吁 我们针对65岁以上 以及18岁以上免疫不全的 以及长照机构的注明 你是符合第一阶段 可以去接种二代疫苗 次世代疫苗 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赶快去把这个二代的疫苗 如果轮到你接种了 赶快去接种起来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在一个 COVID的VA.5的一个疫情 在进展当中 那这是我所要呼吁大家的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